5年前是2015年 说近不近说远不远 好像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是平平无奇的一年 那一年我正在读高中 现在呢是2020年6月 我明年就要大学毕业了 就在不久前 我的B站订阅达到了20万 也许这在你们关注的up里面微不足道 但是这些对我意义重大 不过有时候看着 视频有些惨淡的播放量会响 真的有20万真实的人在关注着我吗 如果说你正在看这个视频 可以跟我打个招呼吗 嗨我是Links 5年的时间 我从一个非常迷茫的 对未来不知所措的小孩 成长到现在 有梦想 有为之努力的目标 有热爱的视野 还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之前的时间 我去过了日本的很多地方 从千里冰封的北海道 到热情似火的冲绳 看过神秘的海洋世界 也爬上过白雪矮矮的山峰 从一开始拿起相机学习拍照 到拍出震撼人心的风景 再到开始做视频 成为一个全网粉丝超过35万的视频博主 如果你想听的话 我想给你们讲讲我的故事 这个故事要从5年前开始讲起 那个时候还在读高中 我的高中很有名 但是我的成绩却一直不太好 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 我想我对课本上的内容 并不成感兴趣 那个时候我经常出去上网打游戏 然而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热爱游戏 我不知道你们也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不知道干什么 那就打打游戏吧 然后可能很多时间就没了 游戏也打输了 对 最难过的是 我的游戏也打得很菜 所以我觉得当时我是一个 没有追求的高中生 没有追求好的成绩 好的学校 也没有努力 没有热爱 然后有一天我爸问我 你想不想出国留学 他说他很希望我能够出去开阔眼界 我很震惊 因为我觉得当时有我们家的条件 怎么可能允许我去留学吗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我在B站上看到了两个 在日本留学大部主 就像突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生活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们现在都不太更新了 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在武汉读书 经常是一个人一边吃东西 然后就一边看他们的视频 虽然他们当时拍的画面非常陡 视频也很长 画质也很一般 但是我总是能够静下心来看完 发自内心的羡慕在日本留学的生活 然后我就想起老爸跟我说的话 去和他讲了 我想去日本留学 我用了两三个星期的时间 自学完了新标日初级上 然后就去报道日语班 半年之后 也就是2015年10月初 我住院一场 开始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 刚刚到东京的 我觉得一切都非常新奇 每天都要走一两万步 去探索新的世界 我觉得徒步真的是一个 认识陌生世界的最好方法 进上去秋月园 新宿 迟带 这里和我以前生活 都完全是两个世界 这里的人也说着不同的语言 建筑风格也完全不一样 我也清理了好多 我以前只能在动漫里 才能看到的场景 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是走进了动漫的世界 我发自内心的 想要把这一切建文都记录下来 于是就开始拿起我爸 给我的第7100开始拍照 这是让我爱上摄影的契机 人们总是容易 对新鲜的环境和事物感好奇 而长时间生活的地方 因为太过熟悉 反而觉得一切都司空见惯 即使对别人来讲 也是非常罕见的风景 最开始我对摄影没有太多的了解 就是把那些 让我有新鲜感的事物拍了下来 然后当我把这些照片 发到朋友圈的时候 居然得到了很多人的点赞 然后我就开始仔细的研究 相机的收音书 学习如何拍出更好看的照片 对 我的摄影人生就是这样开始的 那种被很多人点赞的那种认同感 让我一点一点感受到了 自己的价值所在 这其实是一种正向激励 你在某件事情上 得到了外界的正面反馈 你就想去把它做得更好 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 我是真的很喜欢风景的摄影 并且还有一点小擅长 那个时候看了很多免费的 收费的课程 不停的在学习 经常去很远的地方 徒步一两天 只为了拍到几张照片 然后回家坐到电脑前 休34个小时 甚至更久 好几次一抬头 发现天都亮了 沉浸其中的时候 真的很难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因为我找到了自己 真正的热爱 并且擅长的事情 我再也不是那个没有梦想 没有目标 连游戏也打不好的孩子 我几乎每周都要出门去拍照 摄影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 安心 所以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大概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我发现再不考虑上什么大学 就没时间了 其实也没有经过过多的思考 就选择了学摄影 当我跟我爸妈讨论的时候 他们都很支持我 因为我从小对于事物的热爱 都不会超过几个月 但唯独只有摄影 我已经坚持了一年 并且热情丝毫不减 更有越发沉迷的趋势 我真的很感谢我爸妈 这么开明 一直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小时候假意的条件很差 我记得有一次 我爸去武汉看我的时候 舍不得住酒店 身上也没有多少钱 却跟我一起挤在宿舍的床上 但即使是这样 他嘴边也一直挂着 再穷不能穷教育 而且假期的时候 我总是全家一起出去长途旅行 自己想过西藏 新疆 敦煌 去更好地认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所以我想喜欢旅行 也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吧 现在经常和小朋友一起 为了省钱坐连航 睡帐篷 徒步 啃面包 但是却非常快乐 我觉得人生重在体验嘛 因为看到了美丽的风景 所以就连艰苦的过程 都变得更加有意义 我觉得我应该找到了 我想要的人生 其实我也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是自学摄影技术 我上大学之前 其实也掌握了很多学校 并不会教到的 那为什么还要专门去读摄影专业呢 我觉得现在身为大四准毕业生的我 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就是在进入大学之前 我注重的是 如何拍出更好看的照片 而现在因为我的老师们 都是很厉害的艺术家 在学校呢 也接触了很多关于 摄影史艺术方面的教育 现在的我会更注重 情感上的表达 更多的去关注照片背后的东西 其实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 大家可能乍一看觉得他们的作品 晦涩难懂 但是在本质上 那都是他们最诚挚无瑕的情感表达 我觉得这就是我上摄影大学 学到了最重要的东西 以上呢 就是我目前对于摄影的一些感悟了 那我是怎么开始拍视频 做一个up主的呢 大一下学期的某一天 上选修课的时候特别无聊 然后呢 我就熟悉的打开了避震 看到Tim发布了他的英国留学生的vlog 对就是影视飓风的Tim 我是从他几万粉丝的时候开始关注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看到他的视频 就突然萌生了拍自己的vlog的想法 于是放学之后呢 我就立马坐电车 到了东京的电器商城 买了一个麦克风 开始用我的D850加斯坦尼康拍起了vlog 刚开始拍的视频真的还挺尴尬的 很不习惯对镜头去讲话 大家好我是Links 这是我的第一个视频vlog 先做一个简短做介绍吧 当时呢还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和小螃蟹一起去了北海道 芬兰拍摄了vlog 但是也还是没有太多人看 不过就仅仅是因为 最开始的几百个粉丝中 有几个人他愿意发弹幕 发评论和我互动 看大家的评论弹幕 是我每次做完视频最开心的事情 那我的视频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有人看的呢 在2018年3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做自媒体两个月了 我同学托我在日本订购一台 初音未来的人工智能音箱到了家 那个音箱据说全球限量只有300台 我也是提前一年帮他订购才买到的 到了之后才知道 就是那个东西有这么大 我才知道这么大的东西寄回去 非常麻烦 于是同学呢就让我帮他打开看一下 究竟值不值得花这么大代价运回国 这时候小朋友就提醒我 既然这个东西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拍一个视频呢 然后呢我征求了同学的同意之后就拍了 这个现在看起来无比粗糙 甚至还把初音未来的脸拍过爆了的视频 我都不想再去看第二遍 但就是这支视频成为了我目前为止 播放量最高的视频 说起来惭愧啊 做了两年多视频都没有比他播放量更高的 也正是因为这期视频 我突然多了五六千个订阅 这一下子频道的订阅数出现了成倍的增长 发弹幕和评论的人也一下子多了不少 这极大的激励了我 也就成了我继续拍视频下去的最大动力 希望把视频做得更好 让更多的人看到 所以从几百到现在二十万的订阅 真的很感谢每一个关注我的人 感谢你们的每一个点赞评论 三连你们真的对我很重要 到现在为止 我做了接近两百期视频 我很好奇大家都是因为什么契机 因为哪期视频开始关注我的 大家可以发弹幕或者评论啊 我每一条都会看的 回顾了一下我这两年多拍的视频 我的最爱之一就是和泽泽花了三千五百块钱 全油白海道系列 当时为了省住宿费 全程都睡在车里 还有一次睡在了公共厕所 我们虽然这样旅行了一周 但完全没有觉得辛苦 反而觉得收获满满 我们看到了圣诞树本树 冰蓝色的白胡子瀑布 原生态的穿入诗园和魔舟壶 还遇到一只咬坏了我奥森Pocket的狐狸精 当时回到东京 发现自己拍了一个T左右的素材 不太舍得经典成一个视频 然后我就突发习想 把它们分成好几集 于是就有了我的长篇Vlog电视剧 之后呢我还拍了深度有辅导 以及各种户外土木登山录影的长篇Vlog 因为我觉得人之所以是不一样的个体 是因为大家都有着不一样的经历 不同的记忆 这些记忆的集合 阻挂出了不一样的我们 所以为了把这些珍贵的记忆保留下来 我选择拍出照片和影像的方式 现在偶尔翻看以前的视频 还是能看到特别入迷 大家可能也发现啊 我的视频很少以城市为主题 我是更加喜欢自然环境的 不知道是不是在城市里生活久了 我经常会感觉到交道不安 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喘不过气 但是当我走到户外 去徒步 去登山 去露营的时候 就觉得整个人都被治愈了 我偶尔会有朋友们在富士山下 搭帐篷睡个一晚 也特别喜欢在海边露营 听说海水的频率 接近人心跳的频率 所以呢会感觉到非常放松 这些旅程 大部分都被记录在 摇曳露营这个系列 可能大部分人最开始关注我 是因为胶片 我真的太喜欢胶片了 它那种数码难以模仿 独特质感 以及繁琐 但却十分有趣的创作体验 让我特别着迷 我曾经是一个坚定的数码用户 记得当时我还说过 我才不拍胶片 那么麻烦还花钱的东西 但是当我因为学校的课程 开始接触胶片 特别是第一次用中画幅 妈咪亚拍照之后 那种超级有魅力 无法用视频表达出来的 取景器观看体验 还有特别繁琐 但却能让我内心变得十分平静 并且认真对待 每一次快门的拍摄体验 都让我更加热爱胶片 我觉得现在自己 一旦拿起中画幅相机 眼睛看向取景器的时候 我整个人会进入到一种 特别安静的状态 仿佛时间都暂时静止了一样 从自媒体的角度来看 我的频道并不合格 因为我的内容太不垂直了 垂直的意思就是 专注于一个领域 比如专注拍美食 生活 游戏 你可以看看你关注的 大部分大的up主 都是有自己的垂直领域的 但是我的内容就比较杂 有摄影 胶片 户外 旅行 留学 日常生活 科技分享的呢 因为我的生活 并不是只有一个领域 我的生活非常丰富多彩 我想把我喜欢的一切 都分享给你们 到毕业之前 我的频道还是会不垂直的 这样继续做下去 因为最开始这里就是 我记录生活的地方 我也想做你们的朋友 而不是一个单纯 叫摄影的博主什么的 当然看到人多了之后 我也在思考 我把自己喜欢的 这些分享给大家 能带给你们什么 我想如果你们看我的视频 能够感觉到片刻的安静 甚至是会有一丝 小小的幸福感 那我做的一切就是有意义的 同时呢 作为一个专业的 摄影本科生 我也开了摄影编年史 这个系列 会花个几年时间 慢慢做下去 让更多的人了解 摄影的历史 和照片背后的故事 这就是我的五年 最开始萌生 来日本留学的想法 然后开始学习拍照 考上大学 继续学摄影 然后利用课余 时间做视频 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也收获了大家的 关注和喜欢 这一切都开始于 我第一次按下快门的那一刻 虽然其实最开始 我自己都没想到 能够坚持到现在 所以我想 我是真的找到了 自己的一生所爱吧 最后呢 我想说 在摄影方面 当下的新目标 我在去年11月 开始真正的疯狂 爱上登山 每一次攀登 都能够让我忘掉 山下的琐事 更加磨练我的身体和意志 在城市里生活久了 我偶尔会觉得 被越来越快的节奏 压得喘不过气来 但是在每次旅途中 总会有那么几个瞬间 触动到我 治愈到我 我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照片 让那些曾经治愈我的风景 也能治愈你们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 像我的偶像 石川植树一样 发扬人类勇敢地探索精神 踏足那些人际罕至的地方 并且能用自己的照片 向大家展示这个 我眼中的世界 作为一个勇敢的登山者 和摄影作家 这是我的一个新的篇章 新的征程 谢谢大家陪我一起见证 这个视频 献给我的五年 献给我的热爱 也献给喜欢我的你们 现在是2020年 你可以在这里留下 成为五年后的自己说的话 我是Ling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